這一顆當時為什麼會那麼強呢? 因為就是 它是完全超級順 像指尖陀螺一樣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白神 今天要來介紹這顆陀螺呢 各位應該會有三個大方向去聯想到它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英雄日常 第二個是我們的極速翼龍 第三個就是根本不知道這顆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陀螺就是 這顆B8001龍捲翼龍4GAT 聽完我剛才前面講的幾個大方向 各位聽完前兩個應該就大概能聯想到是這一顆 那這一顆是神世代的第一個千王 這一顆在當時真的是炒得非常非常的貴 那我這一盒呢是我的好戰友打雜哥之前送給我的 那我真的是很捨不得開 所以它到現在是還沒有開的狀態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它的貼紙 裡面就是目前都還沒有開過 那我今天呢也不打算開它 因為我等一下會用另外一個方式來做介紹 先來給各位看一下包裝的部分 之前的抽抽包基本上都是這種直立式的包裝 這裡就是它的一些配置 還有其他顆陀螺 這一顆我當時真的是抽超多顆啊 然後就完全沒中 然後上面是它的使用者 小紫邪屋 那我們就差不多看到這邊 就直接把它給打開吧 就是我們這一顆 各位看到底下的配置顏色 應該就知道它不是剛才開的那一盒吧 跟各位講一下這個上蓋的由來好了 這個上蓋呢是在我拿到這一盒之後 過了沒多久吧 我在網路上面看到一個非常便宜二手的 那我就買了貼紙是我後來自己去找的 那基本上也是正版的 以下零件的話呢就不是原色版的 這個環跟軸型都是後來另外配的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介紹吧 AT軸 這一顆軸呢最近才復刻過一次 所以大家應該是非常的熟悉啊 在這一顆AT-DASH才復刻過一次 不過這邊要特別提點的是 這兩顆軸型基本上還是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除了DASH跟沒有DASH以外 這一顆AT軸是舊款的AT軸 它的球的直徑是比較大的 它在轉動上沒有那麼的滑順 那這一顆呢基本上是心智的 它的球是比較小顆的 所以在轉動上是非常滑順的 那各位介紹一下這一顆軸型 它的外環一樣是可以進行迴旋的 那中間的球一樣也是可以進行完全的旋轉 這顆軸呢打同向會特別強 打反向就蠻弱的 所以這顆建議是裝在同向的情況下 用會比較強一些 那這顆軸型大家蠻熟悉我的講到這邊 四鐵 由四枚羽翼所構成 它基本上都是在前面一個大刃 後面會有三枚連打型的刃進行攻擊 拘環 一樣也是比較偏向於四枚刃的設計 跟這個四搭配起來算是蠻不錯的 然後整個也算是比較圓弧形的 所以在攻擊跟防禦上都有一定的效果 最後呢是我們的上蓋 龍捲翼龍 翼龍這個系列其實前幾代都沒有說到很強 只是直到這一代才越上主流 當然它也沒有主流很久啦 基本上就是到神鳥那個時候 它就漸漸沒有人在用 不過它還是蠻強的 這顆神能力呢 剛剛有提到是我們的迴旋刃 就是這一片 深紫色的部分 它是可以180度完全迴旋的 從逆向也是OK的 極速翼龍的話呢 基本上它只有一面是可以進行迴旋的 而且非常的卡 那這一顆當時為什麼會那麼強呢 因為就是 它是完全超級順 像指尖陀螺一樣 你怎麼撥它都不會卡的那一種 當時呢 基本上每一顆陀螺都是比較偏向平面 沒有那種說下壓型的陀螺 所以這一顆陀螺非常的強 因為大家這樣子撞過來 基本上都是 會完全被它抵消掉 這一顆呢 基本上你要讓它爆裂 也是有一個蠻大的重點 就是 你的角度必須要是這樣子打到它上層 基本上它就會扣血扣得很快 因為它的血其實很薄 可是如果你是平面過來的話 因為都會被抵消掉 所以完全扣不了它的血 但是後來出了這種下壓型陀螺之後 很容易敲到它的這個上半部分 所以很容易讓它扣血 給各位看一下血格的部分 基本上是蠻淺的啦 好 那我們這邊把陀螺介紹完了之後 我們就來 改裝一下 上蓋呢 改成這一顆異色版的 並且改成鋼鐵徽章 軸心改成這一顆 A-T-軸 等一下要打陀螺 已經跳脫神世代了 所以我就幫它強化一下頸度 頸度邊這樣 有明顯的增強 那我們也改裝完畢了 我們就直接進入對戰時間吧 GO A-T- 받人減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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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各位 那我們已經實測完畢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月積太多 這一顆好像沒有那麼有力打起來 真是蠻容易輸的 而且它跟三顆獅活魔龍耳一樣的情況 是真的太輕了 它超容易出界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種舊型拖 因為太輕所以配這個威力如果全力發射真的太大了 它超容易飛出場 基本上我很多都是沒有撿出來 其實這一顆超常出界 就可能我發下去還就自己衝一下 飛出去 好 那這一顆實測差不多到這邊啦 這一顆算是我印象蠻深刻的一隻 之前也非常想補完啦 終於是有機會把它補齊了 那裝上這個ATDush有沒有用呢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蠻有用的 因為剛才完全沒有暴力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顆龍捲翼龍的完全介紹 那今天在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幫他按讚訂閱 分享給他副頻道 點個訂閱 按讚 也可以去追蹤我 那如果想要看我講解哪一顆頭的話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是白神 各位小白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還好